看看新闻网 新与新爷反目的张雨琪重归帐下 将在片中出演一个反派角色 记者联系新辉公司与张雨琪经纪公司方面确认消息 而双方似乎都有意避嫌 电话始终未能接通 舍到张雨琪17岁被周星驰挖掘 出演长江七号 一时间成为了炙手可热的新女郎 那找个时间 袁老师和你爸爸见个面怎么样呢 然而好景不长 一年后两人为了合约而闹翻 张雨琪一直诉状将新爷的新辉公司告上法庭 打了一场长达两年的官司 谢谢大家这么关心我这个合约的问题 其实我们一直在寻求一种方式方法 现在就在进行当中 然后大家的双方都很积极地配合 虽然和解事件闹得沸沸扬扬 不过张雨琪口中 对存有知语之恩的周星驰评价始终不低 周先生一直是我很感激 我很尊重的一位导演 那为什么 是什么原因要离开新辉公司呢 一些工作上的问题吧 近来向太城栏持续单方面对周星驰开炮 引得娱乐圈人士纷纷站队 而张雨琪也在此刻发声力挺周星驰 他人超好很照顾我 可能有很多人对他有误解 尽管张雨琪即将再当新女郎的消息 人未得到事件主持的回应 但从过往种种来看 张雨琪和周星驰本身并未交恶 撇弃昔日的误会和不愉快 让好导演和好演员能再度携手 相信是粉丝最愿意看到的 引得新天地编辑报道 反正张雨琪身上的话题和新闻 也一直是蛮多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